我們是跟公理跟正義是走在一起的 我們事實上就是被冤枉的 國稅局應該要撤銷117條或是128條 經由程序重開來撤銷課稅處分 問題就卡在已經有一個確定判決 越是早的時代越是比較粗糙 包括說法院檢查體系 他們的配備 他們的人員的禁用訓練 各方面面資源 以及所受到的監督都是相對脆弱的 所以那個時代我們可以說是一個 比較容易有濫權的這樣的一個時代 當時的成省的法官 行政法官的法官 在這個整個在認識用法上事實上是不周延的 有五個年度已經被歸零了 那麼其實剩下的這個81年度這個 這個中所稅這個行政處分 事實上它我們可以說是難以忍受 可以嗎 我們從法治國家從這個合理性來講 它是不可忍受的 對不對 就是說相同的事情 而且越是時代在當今 越是進步的各式各樣的條件下所作成 那竟然說我們就卡在一個你說二十幾年前的判決 那就動彈不得 我是認為說我們應該主張行政程序法117條 因為那一條是說行政機關如果它做了違法的處分 就是它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認識用法的這個行政處分 是違法它可以撤銷 那或是它的上級機關也可以撤銷這樣子 法律就規定說要兩年內提起 那這個兩年內是從行政機關確實窒息 那個事件是違法 那這個因為是我們如果從最近 就是107年最高刑的判決 然後才到台中高刑的和解 然後才到後續的北居國稅局的撤銷等等這些 所以你可以說我們剩下的這一張這個 81年中所稅的這個行政處分機關 它事實上還在兩年內 因為這些最新的發展 它是因為有這些最新的發展 它才會有感受到那個問題 那才會取動調查 會做成決定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在兩年之內的這個期限內 那117條它有講到說得撤銷不是因撤銷 但我們本件應該是因撤銷 為什麼 因為就是說得撤銷機關可以裁量 但是這個我們有時候法學上叫做 行政機關裁量會收縮到零 如果一個個案的這個情況的這個顯示 它具有特殊性 行政機關不享有裁量權 那這時候它就應該要撤銷 我們本件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冤案是已經 絕對的明顯 包括說刑事判決的無罪判決確定 那監察院的這個糾正 然後我們教育部也表示說我們不是補習班 最高型在107年的這個判決 中高型的這個和解 然後再加上後續的這個 北區國稅局的這個撤銷的這個儲物等等這些 所以簡單講說因為相同的案件有五年都已經歸零了 那這一件其實相同 它為什麼沒有歸零呢 所以這是一種在法治國家 尤其對人對難民課稅這種是算不利的行政處 而且是算重大的 那它竟然能夠還這樣地擺在那邊 所以這實際上是難以忍受 像這種具體的情況下 就這麼明顯這麼重大 那應該它是不再享有裁量權的